大家好 我是Rita老師 又來到我們現在的印度神話 這次也是非常狗血的劇情 亦有不同的守護神 陸續出現 這次我看的時候也很驚訝 有小三、情夫等 大家如果真的去看印度神話 其實都非常有趣 非常好看 如果喜歡看泰國的劇情 人們經常說 為何泰國的劇情可以這麼狗血 如果你們看印度神話 其實都可以在裡面領會出來 然後再重新創作 大家準備好了嗎? 如果你們準備好了 大家就一起去收聽 又有趣又可以掌握知識的故事 千萬不要走開 這次會說 星期一守護神 月神 Soul More 以及星期四守護神 即是制主先人的故事 先說制主先人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關於她的故事 其實之前我也有說 我再說一次 其實她是老師 她是眾神之師 其實她是負責教 所有天神的法力和知識的一位老師 所以她是非常非常忙 有很多學生 所以這位祭主先人 其實她也有一個老婆 她的老婆是很漂亮的 真是漂亮得不得了 就是天神界的美女之日 就叫做多羅 因為她經常都很忙 然後又要沙摩地 又要去修煉 又要去教學生 教徒弟 所以她經常都會忽略她的老婆 而且 祭主先人 其實也是比較固執 即是不太懂得聽別人 即是 即是 一些很守舊的 即是你知道老師那種 所以沒有什麼情趣 可言 亦都是 不太喜歡說話 即是比較 即是教書OK 但平時都是覺得 唉 出小句聲 即是比較 可能是比較悶 沒有什麼情趣的老公 而 經常都會 因為她的工作 都很忙 所以會懶惰她的嬌妻 阿多羅 但阿多羅 真的非常漂亮 話說 有一次 月神 阿蘇摩 就來 想請教祭主先人 在家裡 看到她老婆 哇 簡直是馬上 那些 就是那些 淫婦遇著 知粉客的感覺 然後 月神 阿蘇摩 其實是十五位的天女 去做出來 所以 她非常之有魅力 很會說話 很會哄人 又好帥 又英俊 又會說話 然後 又會得 令到對方很開心 所以 很快 就 拿了 多羅的歡心 之後 還不得照 還要 搶她回家 這樣 就死火了 當她搶她回家 之後 當然會搞事 等等 然後 祭主先人 因為她在沙摩地的時候 其實 為什麼 他們印度的神 都要娶老婆 其實她這個才叫做圓滿 他們才可以進行 苦修 或者去修煉 所以 那時候 雖然 濕婆 她沒有了她的 未找到雪山女神的時候 其實她那個苦修和修煉 都得不到任何 她是要有這個 雪山女神 她的功德 各樣東西 才可以圓滿 所以 當祭主先人 去做苦修的時候 咦 然後發現了 咦 有些問題 好像 沒有了一些東西 就馬上回家 發現了 她老婆 不見了 不見了 就是要找老婆 然後 讓月神知道 糟了 死了 怎麼辦 她就馬上去 籠略了一班 亞修羅 就把亞修羅 去幫自己 其實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亞修羅要幫她 為什麼要幫你 總之沒有理 亞修羅在月神那一邊 之後 祭主先人 就找她一班學生 一班天神 一班天神 就在祭主先人的這一邊 然後兩邊就打仗 打仗 打仗 其實是別人的老婆 你明白嗎 整件事 他們這兩邊 就算是天神和亞修羅 其實他們都沒有原因去打仗 因為都不跟他們的事 但是他們都不知道為什麼 就在打仗 打仗 所以就幫祭主先人 去搶回她的老婆 多羅 最後都搞不定 之後 梵天 都出拿了 就在那裡 說不行 然後就要給老婆 給祭主先人 之後 月神也沒辦法 之後 當多羅 跟祭主先人 回家後 祭主先人 然後就非常生氣 就在那裡罵她的老婆 我說 你這個人就是淫當 你這樣怎麼可以的 你不守苦道 不斷在那裡罵她 然後 之後 多羅 原來也是 不簡單的 原來被老公這樣罵之後 他就罵回老公 說 你不要動 你什麼什麼 你什麼什麼 怎樣怎樣 然後大家就罵 然後就發現一件事 原來 多羅 原來已經有新人了 那時候 他們就 走到那裡問 那兒子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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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兒子是誰 那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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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也有這個傳說 我們今天講的故事就是這麼多 大家如果喜歡看這一類型的故事 千萬就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Sawadika 聽了這個故事 大家不知覺得怎樣 是不是覺得原來天神是這樣的 當我當時學占星的時候 我都覺得為什麼星期一和星期三出生的人會比較合適 而且星期一特別喜歡星期三出生的人 跟星期四出生的人就是不合適 就是天生的敵人 當我看了《魔婆羅多》其中的故事之後 我就完全明白 為什麼占星的時候的老師會這樣說 原來因為有這個故事 希望大家都覺得這個故事很有趣 或者可以帶給大家一些啟發 如果你們都喜歡聽Rita老師說這一類型的故事 大家記得按讚和分享和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